英国媒以最新消息 日前英国多家电信运营商 已决定使用华为的硬件设备进行5G测试 而市运营将于明年1月正式开始 届时隆敦200多个通信地点将采用华为硬件设备 同时据其中三家英国通信运营商表示 已与华为达成20亿英镑的订单协议 明年开始交货并不处于各地5G通信设施中 可以说这是美澳等多国领导发布5G禁令以来 华为工资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而就在之前 华为已经拿下全球25份5G商业合同 砍下全球一半的5G市场份额 另外 华为公司也于近日公布了财报 其中显示 尽管受到多重挑战 但总营收相比去年的900多亿美元 今年预计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 实现历史性大突破 与此同时就在近两日 印度已公开邀请华为参加其5G通信测试 而韩国通信公司也表达了对华为设备安全性的信任 表示将会继续使用 短时间内接203出现的亮眼成绩 华为公司用绝对的实力证明了 自身作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公司 即使受到一些国家限制 仍能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 同时还打脸了国际上那些不安全的恶意荒谬言论 针对近期华为不断取得亮眼成绩 且多国仍坚定购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内就出现了摇摆的声音 新西兰方面虽然官方已发布了5G技术设备净例 但各大通信运营商却仍在与华为公司进行商业来往 且承诺将努力游说新西兰官方放开禁令 让华为重新回到新西兰 澳大利亚方面 澳美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 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 有意排斥华为公司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 文章认为 西方国家的做法完全是目光短浅 且毫无远面对一个先进的科技企业 西方应该做的是开放市场与其展开竞争 从而通过竞争的方式改善自己的技术 从而为本国消费者提供更好便宜的服务 而不是直接游易排斥 这样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手段 因为它将使我们丧失使用 和接触世界最好科技的机会 从而被世界抛于深厚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任何一国比关左国 结果都只会被世界技术潮流抛于深厚 将至全球化的国家于新闻 在国际下距禅时代 過到底充成交互 upaiss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